好 说不让方杰州轻松的连任 就有人要来挑战了 这是2005年曾经做过 中华会馆主席的马培道 说为了抢救百年中华会馆的金字招牌 要重出江湖再度参选 希望这个换人做 能够重振会馆的辉煌岁月 我们参选中华会馆 2017年李建斯选举 四人一起宣布参选 马上紧握着潮团负责人的双手 拜托拜托 每桌都不放过一张票一世情 马培道参选主席一点不陌生 05年当选做过一任 两年前卷土重来却落选 这次第四度出马 批现任团队独断独行 也要来抢救中华会馆的金字招牌 现在的班子方面 他们没有能够跟我们所有的 侨团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还有我们也看见那个 中华会馆方面来讲 没有受到外面的尊重 马培道 刘国豪 胡作囚 余正光联手出击 马刘沛成行 华谱大佬指标人物黄金拳 马国威 张志豪 马树荣 刘建明等前任主席 同台力请 起程炮声势浩大 大佬不愿选边载 却出来站台 而现任主席方杰周 也现身造势会场 想来知己知彼 有人来竞争 他表示非常地欢迎 我们大家的竞争 就是一个军事之争 无论谁在当选 都是为我们华侨 求是要服务 中华会馆主席上演 方李沛与马刘沛对决 选举倒数不到一个月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谁会胜出 12月19号晚上 答案就会出炉 东正新闻柳浩然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